好我们持续来掌握的是 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未来动向 备受关注 那么外界就在想啦 他到底会不会想出来选呢 因为国民党现在初选的时程 越来越接近了 可能未来会先采这个 先协商再做初选 那如果侯友宜呢 不赶快表态的话 恐怕会来不及哦 那他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啦 说时间点越来越近了 哎你是不是要表态一下侯市长 侯市长怎么说呢 他说目前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好好把握时间 好好的努力做接下来 新北市长该做的事情 他说新北市还有很多的 一些市政的建设 希望大家呢全心全力 把这个工作做到位 那么团队也会持续的 攜手合作 好我们就来看咯 那么现在呢 民进党难道还没有察觉吗 民众已经开始厌烦 所谓的抗中保台 那么最后呢 很有意会不会出债 大家都在等着看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说 侯友宜是什么 是国民党的最强母鸡 那是不是也要带领小鸡 出来选2024呢 看来目前也只能等侯友宜来点头了 那么其实现在呢 云林县的议长就有说啊 侯友宜其实现在目前声量 是真的很高的 他认为呢 民进党在贯声量 朱立伦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不过其实他目前倾向认为说 声量最高的应该是侯友宜吧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啦 那民进党有可能派出谁呢 我们先来看的是副总赖清德 副总赖清德 现在不在接任党主席之后 激紧的要反黑金啦 好杜绝黑道啦 要解决各种的学伦的问题 像是他就有积极说 彻底解决学伦的问题 甚至呢 2月8号 民进党的中职会 也将针对学伦的问题 要针对像这样的事情 来做一些机制讨论 未来也会邀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总召科建民要进行转题的报告 那要说明比如说攸关杜绝黑金参政的 公职人员的选罢法的修正草案 那么持续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刚才有说啊 要做一些学伦的一些探讨跟检讨嘛 比如说像是假学历啦 假论文的事情啦 那么林志金的论文抄袭案 也成为民进党在选情的一大破口 现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在中职会就有提出学伦机制 就是你未来要参选总统 参选立委等参选人 你都要签一个切结书 要签什么呢 保证你的学位是真的 没有造假 你也没有抄袭 你的论文也没有别人代笔等等 要面对像这样子 非常的严重的党纪处分 如果你有这样子说谎话的话 你就是党纪开杂 那么赖清德他也希望说 以诚信面对选民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我愿意作为政治的表率 率先提出一个机制 来解决党内参政同志 所可能涉及学伦的问题 他已经被取消学位了 刚刚曹毅兄 因为我们这个是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每一个党内的同志来参加初选 然后最后代表党 去进行大选的时候 他的每一样学历 都是经得去检验的 就是希望 能够以诚信面对选民 让选民在做决定 要支持与否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可靠的这一个资讯 可以供参考 本人同意授权由民主进行部党审查小组 进行相似度比对 或向学校或相关机关进行查证 以遭社会共信 那这个主要是这一个 声明书的内容 那是针对这一次的总统 跟接下来要进行的总统跟立委的 这个初选登记的时候 我们希望参选人都能签署这一份声明 疑虑的部分 在引用上面有疑虑的部分 我们会跟这个参选人去进行协调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使用这个学历 作为这个参选登记的相关的资料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 民进党并不是要取代各个大专院校 所授予学位的真伪 而是我们针对这个所有的参选人 是不是要将他的学位 作为登记参选的资料 我们所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自律的机制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我来帮大家介绍帮来 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